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皮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我们接着来关注巴黎奥运会 此次巴黎奥运会啊 倍数瞩目 这个跟前两届我感觉不太一样 前两届好像并没有说 比如说你像这个东京奥运会啊 礼约啊 甚至伦敦奥运会 都没说有这么多幺蛾子 但这一届呢 幺蛾子是最多的 而且呢 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金牌不重要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这完全是一句玩笑话 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在这里就是比赛第一啊 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友谊 尤其是当这个中国代表队啊 在一些白牛长期垄断的一些项目当中 啊 斩获了啊 冠军 签品以后 更是令啊 这些啊 呃 白牛非常不爽 那么此次呢 我也说过 中国的媒体表现啊 也像一一抛粪土一样的 大家都知道 这次派了三千多名媒体到这个巴黎去报道 我有点搞不明白 你按照一个空客A330 A350的这个这个满载量大概是五六百吧 你三千的话 你至少要包机五架飞机 包五架飞机 运输这么多媒体能到巴黎去 而且都中国的媒体嘛 本来就属于公家的 我说句实在话 你过去的三百个媒体都差不多 你三千个媒体过去干啥 旅游度假去了 啊 党和国家现在这么有钱啊 现在国务院从李克强开始到到现 到现任李强 都是说内衣紧扣在过日子 楼床管所一律不得见 我们的基层民警 网络的 维安的这些警察 刀把子 啊 身处一线 那他们不应该多加点工资吗 啊 现在每个人都捡了好几万块钱工资了 那他们是真正干事的 对吧 你说给这些什么大联情 联防队 给给他们这些编网人员再加点钱 我觉得也应该啊 他妈的 你说你给体育要求这么多 这些媒体在报道些什么东西 三千多个媒体 花纳税人多少钱 在他妈的 我以前也认识在卡塔尔报道世界杯的一些体制性的一些小牛 在那边就是瞎搞八搞 对吧 打他 好短短的打他这个微信打不上了 啊 你不是在跟别人在操吗 啊 当然我也无所谓都是晚晚的 你跟别人干就给别人干吧 都是在干这些事啊 你想想看啊 软炮当里面的事情 在那边像他们旅游一样一样的 啊 虽然都在场馆里面跟他们旅游似的 你说让这些人去干什么 本届奥运会中国游泳队创造了历史 突破了多项记录 而中国基建队遭遇断见 零奖牌结束真诚 24年来最差记录 为什么 因为狗汉奥运 袁浩然 微博 明 混合泳 之前祸害游泳部当游泳部主任 今年改任祸害基建队了 任基建部副主任了 这个家伙是曾任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中心的游泳部主任 2017年8月 2024年3月 任国家体育总局湛江潜水运动学校党委书记副校长 24年3月 任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基建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你国家弄这么多板凳干什么 一个体育项目有这么多编制 一个屌皮体育项目要那么多编制干什么 什么这个游泳部还要主任 这个部有主任要那么多主任副主任干什么 对吧 这些人顶什么用 一口一个他妈天朝 你说这种人你要来干嘛 所以我说过共党养了太多的这种蛀虫了 也不干他妈实事 也不干什么好事 你养这些人干什么 这些人这些个玩意儿已经成为了人民财政 严重的负担 你养这些什么 这个部主任那个部主任要那么多主任干什么 而且他们攻击金各方面都不少的 一个人万万万块钱 都要超过这个数 对吧 然后在这里你看 他带这个基建队 中国基建队说没拿过奖牌 我都不相信 但本届就是零奖牌 你说这个家伙在和和干嘛 对吧 原主任 替他妈的灭霸队洗地 主动送上去给灭霸队洗地 所以老兵说过了 中国的媒体圈体育圈都是些什么人 媒体圈体育圈都是些谁 这些人是怎么进来的 为什么他们在美国队的那些 其他的队的那些记者会现场 怎么不去报道 对吧 怎么不去报道 什么原因 所以在舆论的压力下 体育总局的下属单位 以干部个人社交媒体发表不当言论 遭处理情况进行回应 8月6日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近日网上出现质疑 国家体育总局下属单位干部 袁某某通过个人社交媒体 发表不当言论的信息 国家体育总局已关注到相关情况 并立即进行调查处理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国家体育总局 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部署 严格管控监督党员干部言行 严肃查出违规法行为 绝不姑息 感谢广告网友对体育的关注支持 为中国体育代表团 正在巴黎奥运会 营造良好的运动舆论环境 我们要全力以赴 打好后面的比赛 做好相关的工作 对吧 你他妈的你不是天朝运动员吗 好 那现在就让你好好的接受审查 原主任 对不对 而且现在我觉得要这样 这个人不是说把他撤职 开除了事 他过去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反动言论的 我们也就是一个个都是天使 就是你你过去领的工资 那是你干活了 但是从哪一刻 你比如说你16年 16年他就有反动言论了 称我们为天朝代表队 对吧 16年至今 8年时间 他所有的工资 公积金 奖金 全部要退还 给国家 给人民 啊 没怎么 退不出来怎么办 把房子 把房子卖了 流落街头 啊 或者你背上沉重的这个负担 那是你的事情 都要与我们无关的 啊 这个要求其实并不过分的 啊 对吧 啊 这要求根本就不过分 啊 那么 还有一个就是 全红禅又被刁难了 呃 两个全红禅的采访视频 第一个 记者问 你总说小小巴黎拿捏 那我考一考你拿捏 用英语怎么说 全红禅直接回 不会 记者问 我教教你好不好 全红禅 不用了 不想知道 很明显记者是知道 全红禅英文不好的 还要故意问这个问题 还想在全红禅面前 强行秀优越 结果被完全无视 大写的尴尬 从这能看出来 这名记者内心 一股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人家全红禅是世界上 跳水运动员里最优秀的 你有什么资格 跟人家秀你会英语的优越 第二个 记者强行上价值观 拔高 利 异 然后问题落到累不累上 全红禅都是一脸懵逼 带着嫌弃 第三个 问全红禅三名一版 全红禅一脸懵的回答 我是练跳台的 我们的记者 那只有这种水平的吗 尴尬 且无意义的问题 强行搞煽情 无数无刻的优越感 你们脱离群众太远了 而这些媒体人还会给自己洗脑 自己是取高和寡 而所有人都能看出你们有问题的时候 你们就是真的有问题 国家花了那么多钱 就养出这些追着咱们奥运冠军 问尴尬问题的记者 你们甚至连美国记者会的勇气都没有 去美国记者会的勇气都没有 所以说你合着就是说 我说过 中国人他妈的有很多这种支纳戒奴 合着他妈的只会 搞什么东西 合着他妈只会搞他妈窝里烦 窝里斗 在窝里他妈的贼恨 在中国这种人很多的 有一点权利 哪怕是个门口的一个保安 他妈对外他怂了一逼 他对内部这些业主 他老逼得不得了 对吧 然后有些小领导 有点小权利 不得了了 对吧 动不动就是 我认识的是谁 我搞死你 我弄死你 对吧 这种 你说这种媒体庸俗不庸俗 这他妈就是中国的媒体 我就说过 我当时做节目的时候 别人也来介绍什么 要一起什么合作的 我后来就再也不接触任何这种人 上来就先贬低我的节目 就一个傻逼女人的 上来就贬低我的节目 说我的节目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这个不专业 那个不专业 我他妈自媒体 我要那么专业干什么 我他妈整能跟他妈央视似的 谁还来看 大家说是不是 我自媒体就是我看到了所思所想 告诉各位 但是你看他这个媒体 他就直接上来对你进行贬低 就而且 有的还是赤裸裸的 一看你可能没那么大的 咔 他就上来就对你 就萝卜不当菜的 贬低你的节目 他吃着你 你节目在说什么 他都不知道 然后就说这个女的 她也是 之前是中国驻美国的 这个 这种驻美国这种记者 我不是跟各位反复讲过 讲过了吗 天天在那边 就跟瑞神刚一样的 这个基辛格是我的朋友 那个是我的朋友 我都可以调得动他们的 怎么怎么样 那个办公室里面 就放了那种头像 跟什么基辛格 还是采访哪个 美国名人的照片 然后在国内 就是开 这个什么直播公司 广告公司 传媒公司 利用这种记者的 这种体制内的这种资源 到处在敛财 对别的机器傲慢不尊重 不知道什么叫尊重 所以你看到没有 你还问全国产 你问人家 人家是练跳台的 你问人家三米跳板 你这个不是 他妈的扯驴蛋吗 人家是跳台选手 这叫十米跳台 你问人家三米跳板 那不是他的专业 好吗 你问出来都是些 什么傻貌问题 对吧 还问别人 你用英语知道怎么说吗 你会英语 你很优越吗 这就是这一帮人 这个系统 这个组织里面 已经是大量的 支那剑奴 和支那驱虫在这个里面了 他们吸附在人名头上 庞大的 在这里 在这里吸使我们的血汗钱 我们要他们干什么 我们呼吁中共 把这些部门 全部都给它解散掉 养这么多 废物干嘛 养这么多 没用的人干什么 对不对 现在国际形势 动荡荡不得了 这帮人还可以在这里 高枕无忧 还可以在这个地方 吃香的喝辣的 对我们的运动员 极其不尊重 就像那个浙江台 那个港软炮 那个英姿 戴那个眼睛 一看一脸的 他妈尖相 那个叫什么滑哨 问 盼难的什么问题 什么叫乐乐 人家十六岁 叫乐乐 又叫人家用温州话 来什么说话 你什么傻逼啊你 对吧 我们频道有很多网友 都是在世界各地的 很多都会世界各地语言 有的在法语 有的在法国 来人家叫你说 哎 你用法语给我说一个这个话 你大多数人都是会拒绝的吧 因为这个他妈跟耍猴一样的 我为啥要 为了你 我去说一对一段这样的话 傻不垃圾的 他说是不是 那叫你香港 你用那个广东娃 跟我讲一句 傻逼吧 所以我 关于他这个提问的事情 我最近讲过 这个五个就是对人极其不尊重 只会 你看觉得 哎呀 你看 你现在牛逼了 成名了 你们这些运动员 拿牌啊 关注度高了 我先给你个下马威 你全文才学习不好 对吧 你拿金牌 你有什么牛逼啊 我用英语来 来教你说 那全文才很鄙视 潘展乐也好 全文才也好 都很鄙视这些媒体 我是运动员 我赞助于自己 你那你这些 你这些人 为什么你不去问 美国那些灭 灭霸队到底咋回事 哎 你就问他们 哎 哥们你咋脸 怎么看起来 这么紫 是怎么一回事 就没声音了 对老外就是 啊 在网上就说的 好像很那个的 哎 人家根本不看中金牌 怎么怎么样的 我跟你说 这一届 啊 我也看到那个好莱坞 之前有 两个欧美男明星 跟一个亚裔男明星拍照 有一个家伙 他就对着那个照片 啊 对着当中的那个 亚裔的那个男演员 的把手放在他 卵炮的位置 就比划这么短 就是嘲笑别人 身子气短 啊 他们一直以来 为什么在这个 游泳打了队 这个地方 非常破防 因为这种项目 他 我就说过 很明白了 因为 因为男子 我觉得啊 如果我们讲 真正 真正就是说 按照人 掌救人种 那个体育 最牛逼的 啊 就是你 就是按照好 我们就按照 种族主义的言论 来来来讲 那男子一万米 我觉得是最牛逼的 就像就那些 肯定安 塞俄比安 那些老黑 男子一万米 那才妈 才是对爆发力 速度 和那个 体体力的一个 中和的一个大批拼 那是真的 我我是 我以前去法外说 我跟这些老黑都跑步 真跑步过他 他们 他们跑了 都不带喘气的 你都那么累 他们都不带喘气的 啊 你看那个男子 一万米 到最后 最后一圈的时候 跑了那么久 啊 跑了九千六百米了 剩下四百米 他妈那个冲刺 这就是 真正的 我们讲 这就叫 种族 种族的这种 牛逼 你这牛逼 你这黑哥哥 这牛逼 啊 你黑哥哥的 啊 大棍子甩棍 甩起来 也他妈吓死人 对吧 啊 但是我 我们讲 那他们这些国家 都有发展吗 这个东西是唯一的吗 所以我说 你这些老白 你这样比人家短 干什么 所以游泳 他们就不服气 因为强壮的 健硕的 因为游泳运动员 个子都蛮高的 你比如像潘莱乐 他们都要一米八十五以上的那种大个 啊 有的一米九九多 像孙杨都一米九多 游泳运动员个都很高 然后那个肌肉筷子都很猛的 啊 这就是展现 东亚男人啊 也是有强壮的 啊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啊 你美国也有很很多肥膜 也有很多瘦的 中国也有一些胖的 也有一些瘦的 但也有这种强壮的 我也说过 就像举着重的军歌 是西方整个健身圈的 这个啊 偶像 所以说他们就是要 要把你 这种重的形象 就面对这种很矮小 啊 都给你弄成这样一截的这样子 但他们那个 我说过 他们那个是死鸡吧 啊 你我们频道有些女 女的都跟老外操过 对吧 你他们操逼 那个屌是不是跟死鸡吧一样 一样的 不是很硬 对吧 他不是很硬 你是很大 我承认是很大 但是这个像一个奶泡一样的 他妈的水 水分太大了 所以你有牛逼啥呀 嗯 你形容自己 自己屌 自己牛逼 你那个屌那妈的 好吧 我就不 我最 这个事情就说到这了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多余的垃圾话 也不想讲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